立法院18日三讀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案 当选人就职后辞职 不可以申请补选 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 应会选二审定验当选无效 不过一审判决有罪时 一度传出李全教 可能会先辞职再参加补选 规避当选无效不得参选的规定 立委因此提案修罚 外界也称为李全教条款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强调 辞职后又补选 是出尔反尔 浪费国家资源 跟李全教没有关系 这就新 相见何待机啊 报导